大家好,我是卫瑞 来自中国 让中国功夫在这个擂台上面 展现到世界 让世界各国各地都知道中国功夫 我是卫瑞 他是中国最强对外王者 对他来说 只有打老外才是真正的卫国争光 尤其是面对日本人时 他更是用变幻多端的腿法 让对手防不胜防 2013年 初入拳坛的卫瑞满怀雄心壮志 拿下了他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自此便开始了他传奇的职业生涯 当时的他虽然年轻 但是拳法却有着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老练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一路走到2015年武林峰香港战的比赛 这场比赛 他拿下了WLF洲际金腰带 而且这也是他在搏击生涯中的第一个金腰带 此时他的拳法已经是老练中带着胸痕 类在上的他拥有着催呼拉朽般的力量 并且也收获了大量的全民粉丝 那归根结底 魏瑞也是一个有鞋有肉 铁骨蒸蒸的中国硬汉 而且他也希望能在国际擂台 立下自己的威名 所以他选择去日本全坛闯荡闯荡 2017年 魏瑞在日本参加K1比赛 并且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冠军金腰带 到了2020年 魏瑞顶替受伤退赛的邱建良 在勇士的荣耀中 仅用一个回合就一记鼎息 TKO获胜 成功完成在一周内取得两连胜的目标 而且两次都是KO获胜 此战过后 魏瑞的名气是大幅的提升 几乎所有喜欢搏击的粉丝们 都对这名猛将有所了解 但是尽管魏瑞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训练方面 他却依旧没有任何的松懈 一次次挑战身体的极限 只为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展示给全迷粉丝们 那到了2023年 中国团队在魏瑞的带领下 以4比1的大比分优势 战胜泰坊战队 那回看这些年 魏瑞用自己的实力 和坚持不懈的毅力 让自己在拳坛的光芒越来越大 那最后 我们也祝愿魏瑞能够在 5月4号的比赛再闯佳季